大家好,2022年7月1日星期五,欢迎收看第452期时间消息 本期内容继续之前的航天话题,请静静同学向高刘去提问 高刘,第449期结尾,你建议中国航天管理部门学习美国经验 建立中国版NASA做行业规划 这是因为SpaceX的可回收火箭成绩太突出吗? 建立强大的航天管理部门,这不仅是美国的成功经验 更是苏联冷战期间的教训 在应该搞计划的地方,要加强政府管理 在应该发挥企业积极性的地方,要减少政府的干预 美国航天体制的优点是这两方面兼顾 政府管理强,企业也强,但首先政府管理要到位 之前435期,我说国内航天的问题是九龙治水 从评论看,很多观众以为政府管制的主要目标是减少航天大企业的重复建设 这当然是国内航天的问题之一,但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 在具体展开话题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九龙治水这个说法的出处 2017年,第三届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 探阅工程总师吴伟仁院士做了开场报告 题目是中国航天的发展与展望 里面有一段内容,请静静读一下 我国航天发展缺乏顶层统筹协调,军民需求对接机制不健全 航天的管理分设在多个部门,形成九龙治天的局面 国际合作多头对外,形成一个国际会议上多方代表都是中国人 在会议上发表不同的言论,达不成统一共识的局面 2020年,科技日报又采访了一次吴伟仁院士 请进行再读一下吴院士的发言 我国太空活动治理缺乏系统晚上的常态化顶层决策机制 具体来说就是重大决策一般一事一役 没有发布国家级的太空活动战略 更重要的是,在太空活动组织管理上 月位、缺位现象同时存在 管理涉及多部门、多单位 存在九龙治水现象 资源配置管理粗放 居民商业航天发展不均衡 吴院士的总结非常精准 这一期节目的核心关键词就是缺位和月位 中国现在有航天局 但只有美国人拍电影的时候 中国航天局才是一个重要机构 中国人自己都知道航天局地位很低 只是一个存在感非常低的外联办事处 做不了全行业的规划或者通筹 具体的航天项目分到航天各研究院负责 发射场、飞行测控与航天员是军队负责 地面占与各种应用系统归政府不同部门 而一些长期重大项目都有各自的上级领导单位 比如载人航天与北斗导航归军委装备发展部管 探月计划归国防科工为管 航天局每年提交的年度计划与预算 基本就是把各部门的文件做简单汇总 这就是管制缺位 在中国民用航天领域 主要是航天科技集团负责做具体项目统筹工作 但从性质上说 航天科技只是国资委下属的一个央企 好几个部委甚至中科院都算是他的上级 都能直接指挥民用航天资源 企业向不同部门提交自己的航天计划 这是下级越位 上级人人有权规划等于没有规划 这就是上级越位 是九龙治水 负面效果比重复建设严重多了 吴院士在行业内工作 有些话不好说太明白 我可以替吴院士把话说清楚 中国如果也希望拥有发达且赚钱的航天工业 现在必须重建航天部 而且是类似甚至超越美国NASA的强力航天部 中国必须要有一个政府机构超越具体项目 超越具体型号 超越具体的研发团队利益 去制定航天整体规划 才会有能赚钱 能发展科技的产业 航天事业起源于冷战时代 美苏两国的经验都证明 统一的国家级航天管理机构 是航天产业升级的前提 从冷战期间第一轮竞争来看 苏联航天依靠举国体制 在卫星发射与载然航天方面都抢到了世界第一 给美国全社会制造了危机感 被美国人称为斯普特尼克什克 之后美国成立NASA 在政府引导下发展航天 追赶苏联 最终完成了人类历史上 独一无二的在地人登月项目 这段历史 再加上中国人对苏联强力政府的一观印象 很容易让人误以为 政府强力主导的航天事业是苏联特色 历史事实正好相反 美国虽然输掉了冷战第一轮航天竞争 但知识厚勇 建立了航天统筹机构远远比苏联的强大 发挥了更强的政府主导作用 所以在冷战后期就彻底压倒了苏联航天 现在更是培育出了SpaceX这样的企业 而苏联虽然一度发挥了举国动员体制 但航天管理部门的权力 地位和稳定性远远不如美国 有很严重的政府缺位问题 早期苏联相对美国的胜利 原因是少数航天领袖和政府高层建立了私人联系 用个人影响力替代政府痛愁 等到个人影响力消退 苏联航天就被稳定发挥体制优势的美国航天反超了 在赫鲁晓夫之前 苏联一直没有专门的航天管理部门 所以在斯大林时代 苏联航天的发展稳定性很差 经常因为领导人的个人原因受到沉重打击 斯大林时代的苏联 整体工业水平虽然明显落后于西欧和美国 但航天领域反而有局部的先发优势 航天支付齐奥尔科夫斯西是俄国人 十月革命后 他加入苏联科学院 成为军事航空学院第一位教授 所以在列宁时代和斯大林时代早期 苏联有很多航天爱好者圈子 形成了很多半官方的科研组织 比如气体动力实验室 火箭研究所 反作有研究小组 在火箭研究方面有一定积累 30年代初 军械部部长图哈切夫斯基 意识到火箭的战队价值 亲自组建了喷气推进研究所 之后几年 斯大林发动大清洗 首先干掉图哈切夫斯基 和他相关的知识分子 成为第一批重置镇压目标 火箭研究所的领导人 克雷梅诺夫被杀 卡丘莎火箭炮设计师 朗格马克也被杀 后来的航天总负责人 克罗廖夫被判刑10年 去古拉格监狱干活 二战之后 航天领域 斯大林只在乎导弹 在贝利亚密切监控下 任何与导弹无关的航天研究 都算是破坏国防工业的行为 在1953年 斯大林和贝利亚组合消失之前 苏联不可能有民用航天工业 斯大林之后是赫鲁晓夫 他在政治上地位不稳 迫切需要制造政绩巩固地位 美国人在战略轰炸机方面有优势 可以用B-52飞机发动全面核战争 赫鲁晓夫希望建立核战略平衡 向苏联高层证明自己的治国能力 这时候 克罗廖夫在出一之后也学乖了 懂得怎样哄军政领导人满意 顺便把火箭方案作为私货载到导弹的项目里 火箭与远程弹道导弹在技术上相通 1950年1月 赫鲁晓夫参观第一设计局 克罗廖夫精心设计了参观流程 用R7远程核导弹全尺寸模型打动了赫鲁晓夫 苏联中央立刻决定拿出资源全力发展核导弹 以此形成对美核战略平衡 用赫鲁晓夫儿子的话说 在这次参观之后 父亲简直爱上了克罗廖夫 按照苏联的正常管理体制 有四个机构都能给航天部门下命令 包括中央书记处 军事工业委员会 国防技术国家委员会 以及国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 按正常程序 克罗廖夫汇报工作 要先找国防技术国家委员会主席鲁德涅夫 军事委员会主席乌斯基诺夫 速攻中央书记处书记伯利日涅夫 然后才能把信息传递给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 但是克罗廖夫已经成为赫鲁晓夫眼中的红人 所以能绕开四个部门跨越三级直接找赫鲁晓夫 等于利用私人关系 在苏联临时搭建了独立负责的航天发展机构 在1955年上台的赫鲁晓夫全力支持下 克罗廖夫快速搞定了R7火箭 在1957年10月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到了11月 苏联主持社会主义国际大会 克罗廖夫又紧急组织发射斯普特尼克2号 和第一次发射间隔不到20天 让各国代表能在夜晚亲眼看到卫星划过天空 给赫鲁晓夫赚足了面子 换来了充足的国家资源继续发展航天项目 但私人关系终究不如长期规划稳定 而且赫鲁晓夫是个喜欢新雪来潮办事的人 在各个领域都经常制定高指标搞大跃进 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早期 苏联工农业都被赫鲁晓夫折腾出了大问题 让他的政治地位不保 所以他又找到克罗廖夫想靠航天刷政绩 安排临时任务挽回自己的政治名声 比如听说美国人正在搞载人航天计划 赫鲁晓夫根本不考虑技术问题 直接命令克罗廖夫再抢一个冠军 所有懂技术的苏联官员都知道 苏联的载人飞船还不成熟 克格勃第一副主席伊瓦舒京 甚至建议在飞船上安装自毁装置 免得项目失败的丢人 幸亏克罗廖夫个人能力强 控制了项目细节 保证了东方号飞船 比美国提前23天待人上天 载人航天之后 下一个大的竞争节点是登月 但赫鲁晓夫在很长时间里 都主观认定美国登月计划是个骗局 后来发现美国人是来真的 又担心苏联追不上 所以多次宣布苏联不搞登月 而随着美国航天计划逐步落实 赫鲁晓夫又不能丢了面子 需要想办法证明苏联航天 仍然比美国先进 因此就用更冒险的方式刷指标 美国登月项目的第一步是双子座计划 验证双人飞船 赫鲁晓夫立刻给赫鲁晓夫打电话 要求发射个三人飞船 也就是上升一号 赫鲁晓夫没办法 拆除了东方号飞船的弹射座椅 塞进了三个不穿宇航服的成员 只凭船内的空气维持生命 如果稍有泄露 三个人都回不来 这次赫鲁晓夫运气不错 又赌赢了 但后续的项目难度越来越大 赫鲁晓夫保证不了 每一次都刷出赫鲁晓夫满一的指标 所以拿到的航天资源越来越不稳定 上升号计划之后 后座小福对苏联载人登月项目的态度 一直在左右摇摆 而跟之前的卫星和载人飞船项目相比 登月计划的投资大 周期长 投入波动对项目的影响更严重 这导致苏联N1火箭 一直没有得到按部就班的开发 缺乏完整的地面配套测试 等到伯雷日涅夫1964年正面上台 想再抢在美国之前登月 技术上已经没有合理性了 但苏联高层还是抱着投机心态 想赌一波 疾病乱投仪同时开发两种信号 把载人登月和载人绕月分开进行 结果进一步分散了资源 最后载人绕月项目搁浅 苏联N1火箭四次冒险发射都爆炸 这证明个人关系保持不了长期航天项目 说完苏联 回头我们再看冷战时期的美国 一开始美国航天也没有统筹计划 海陆空三军各自搞自己的航天项目 火箭跟导弹项目一起开发 力量分散 苏联1957年发射人造卫星之后 白宫感觉舆论被动 催着海军在1957年发射先锋号 结果在发射台上就炸了 这说明用行政力量给航天工程下临时指标 在哪个国家都没有好结果 吃了亏之后 美国也开始反思自己的航天制度 美国从19世纪末开始就是世界头号工业国 是一系列现在企业管理制度的发源地 所以很快就发现了航天部门的体制问题 1958年苏联发射卫星的第二年 美国成立NASA 为了确保航天产业不受军方的短期需求影响 美国特地强调 民用航天归NASA管不允许军方插售 事实证明 NASA不仅能顶住军方干预 还能顶住政治干预 按技术流程推进 美国首次载人航天项目水星计划 本来进度比苏联快 但由于NASA要按部就班完成地面测试流程 拒绝了白宫的催促 所以才给了赫鲁晓夫冒前抢进度的机会 美国首次载人发射 只比苏联晚了23天 二战后期 美苏瓜分了德国的弹道导弹产业链 苏联抢到的技术工人多一些 美国人控制了关键的专家 其中 V2导弹的总设计师冯布劳恩 成为NASA的技术负责人 后来主持设计了土星系列登月火箭 他给NASA带来了大型航天项目管理经验 主要负责人必须直接协调每个分项的进度 到60年代中期 美国已经用更科学的管理方式 超越了苏联航天 1965年 苏联也承认美国制度优势 组建通用机械部 也就是苏联航天部 专门负责导弹和火箭项目 70年代美国完成登月计划 苏联终于意识到 航天工业想要升级 必须尽量排除军事项目对民用项目的干预 按照技术规律发展 但直到1985年 苏联才在通用机械部名下成立苏联航天局 专门管理民用航天 但即便长期只有一个军民部分的航天部 也让苏联航天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阿凡纳西耶夫是苏联通用机械部的第一个部长 连续18年管理苏联航天 用比较稳定的管理 推进了长周期的大项目 比如 和平号空间站 跟随美国发展的暴风雪航天飞机 以及到21世纪才完善的 格伦纳斯卫星导航系统 这都是冷战后期的苏联航天成果 现在回头看 如果赫鲁晓夫时代 苏联就组建类似的航天管理部门 就算不能比美国先登月 起码也能在长期稳步积累后 送一两组宇航员到月球 中国过去也有航天部 后来解散了 那现在重建航天部 是不是再走回头路 以美苏冷战后期为标准 航天部首先要确定 航天产业的长期发展目标 其次是要以政府机构的身份完善立法 确定航天开发流程 制定技术标准 用体育竞赛来比喻 航天部就是组委会和裁判 确定赛会流程 比赛项目 比赛规则 任命裁判 考核不同品牌的体育产品 是否符合比赛标准 而负责具体项目的企业 就是运动员 要按组委会确定的赛道 展现实力 中国一直就没有组委会层次的 航天管理部门 有航天部的时候 虽然名义上是个部级单位 但航天部自己没有能力 确定要做什么 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只负责具体的型号管理 开发国家指定的导弹和火箭型号 这样的航天部真实身份是一个项目公司 或者说是航天项目总承包人 在六七十年代 这也是中国无奈的选择 因为和美苏相比 中国国力太差 航天方面的积累更差 所以航天部门只能解决具体问题 还没有能力成为独立产业 当然也谈不上产业统筹 早期的中国航天工业 只是军事计划的副出品 从1956年研发地地导弹开始 中央军委统筹成立国防部武院 由钱学森领导 集中力量完成国家发布的型号任务 早期的工作重点是 赤透苏联R2导弹技术 建立初步的导弹体系 也就是建造国产东风一型导弹 这时候中国的全部航天工业资源 也只是几个专业科室 拼凑起来的研究院 按照苏联的成熟型号搞逆向开发 落实具体的技术任务 赤透苏联给的早期导弹技术之后 中国航天从纺织阶段 向自主研制阶段发展 需要自己开发新型号 之前的管理体制就不够用了 必须改革 1964年11月 国防五院升级成第七机械工业部 简称七机部 按照型号建立下属机构 中国航天工业进入的型号研究院时代 一院负责地地建立导弹与运载火箭 二院负责地空导弹 三院负责飞航导弹 四院负责固体导弹 此外 上海机电设计院改造成八院 负责火箭总体设计 这是中国最早的专业民用航天部门 1968年 七机部成立第五研究院 负责空间技术研究 为发射人造卫星奠定了制度基础 这一阶段的航天部 下属机构之间没有任何竞争 所有的横向联系都要靠七机部领导来管 用前面的比喻来说 这依然是一个运动员团队 不是比赛组委会 航天部或者说七机部 名义上是一个部 但实际上与主管核工业的二级部 主管航空工业的三级部 主管船舶工业的六级部一样 都是直接管理项目单位的集团公司 不过当时的中国还处在冷战的配角地位 并没有太多的民用航天需求 所以问题也不大 但是冷战后期 美苏都证明了航天产业的民用潜力 而中国作为领土广阔的大国 拥有发射卫星能力之后 也逐渐需要考虑航天发展成独立工业门类的可能性 作为国内实际上的唯一航天机构 七机部虽然只是个执行单位 但头顶上没有其他专业部门 被迫要自己给中国航天发展制定目标 尝试给其他可能参与航天项目的单位确定规则 这用前面无怨事的评价来说 就是机构缺位 同时 七机部的项目还要到国防科委纪委去审批 满足高层决策团队的非专业需求 也出现了美苏都遇到过的越位问题 典型例子就是过于超前的灯塔计划与714工程 灯塔1号是潜艇短波导航卫星 灯塔2号是长波导航卫星 如果只是卫星短波导航啊 技术水平大致相当于同时期的美国子五一导航卫星 还算合理的目标 但短波水下导航指标 比今天的北斗卫星还要先进 根本实现不了 所以1969年 灯塔1号卫星下调指标改成了水面导航 准备配套远望1号测量船使用 1980年 国家验收了四颗灯塔样品卫星 但就在这一年 国防科工委以不符合己用实用的理由 突然通知取消灯塔1号计划 至于灯塔2号长波导航计划 项目本身就不符合科学规律 长波导航需要大型天线 一般都是用地面站发射 长波导航卫星直到现在都没有开发出来 当时更是好高无远 714项目的前身是千军棒计划 千军棒1号是2-3人的载人侦察飞船 千军棒2号是5人间级飞船 准备用6吨运载能力的东风6号火箭发射 千军棒1号后来改名曙光1号 1970年 毛主席圈月报告后正式立项 代号714对标美国双子座飞船 但由于经费跟不上 项目搁置 一大半人员就地解散 盲目上马又匆匆下马 这也是航天部门缺乏独立性 管理缺位的结果 半个世纪后回头看 灯塔与714计划 以及对标土星5号的长征10号火箭 都是当时航天科研人员的技术想象 这样的超越性项目 在研究院所层次探讨一下很正常 被国家立项就很不应该了 只是当时的中国 没有能独立制定发展规划的航天管理机构 只有执行机构 所以只能由国家直接审批项目 这当然就会出现很多超越国力的 不专业不现实的计划 到了80年代 国际形势缓和 中国的各民用部门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航天工业开始逐步脱离军事背景 向民用领域转型 1982年 七级部正式改名航天部 1986年 国务院批复报告 要求航天部开发东方红三号 中容量通行卫星 资源一号资源卫星 风云二号地球同步轨道气象卫星 长三甲运载火箭 开展载人航天论证和技术预言 这确定了21世纪初 中国主力航天器体系 导弹是快速研发定型 批量装备的产品 而民用航天要开发不同功能的卫星 涉及到市场不同用户的需求 管理细节比导弹要多几十倍 历史上无数经验证明 单纯靠行政管理 造不好市场产品 所以航天系统开始改革 从直上直下管到底的体制 变成了各型号院 自行处理民用项目的 军民结合模式 航天部自己 只重点抓一些军用型号任务 其他细节分散到各研究院 各工厂与研究所 给每个单位下放了一定的自主性 下属各单位 也不再是接受统一拨款完成任务 而是拨款与订单结合 向企业转型 过去是七机部 自己发挥军工企业的功能 到了这时候 下属单位都变成 居民结合的半独立企业了 但航天部并没有建立 做民用项目的长期规划能力 所以失去了存在意义 1993年 航天部被抹掉了 已经无法发挥的政府职能 改组成航天工业总公司 1999年7月 航天工业总公司 进一步拆成 航天科技与航天科工两大集团 这表面上是航天管理部门 不断解体降级 实际上是中国航天机构 丢掉了有名无实的行业管理外科 承认中国只有航天企业 没有全面统筹管理的部门 航天领域只有企业 没有全面管理部门 所以航天机构最主要的改革 出现在企业内部 绝大多数航天企业 都是从一家总公司分出来的 形成了复杂的多级法人体制 互相协作 往往要不断征求上级企业的意见 最后还是得靠行政力量来解决问题 到了21世纪 中国航天进一步改组企业 推进事业部改革 所谓事业部模式 就是绕国多级法人体制 针对项目进行跨部门资源整合 支持了最近10年的新型号落地 在没有主管部门制定规则的前提下 企业靠内部改制 做到了这一步 已经达到技术管理的极限了 继续用前面的比喻 如果把企业看成运动员 现在的航天产业 类似于各个运动员小队自己训练 相互妥协制定规则 推举代表组织比赛 头顶上缺一个组委会 运动总是繁荣不起来 所以 今天的中国航天产业 最缺的是一个强势航天部 国家需要从各企业部门 抽调设计技术人员 再加上行政配套 组建一个2到3万人的中国版NASA 只对国务院负责 做全面发展规划 制定详细年度预算 开展各项设计研究 编写行业法规和技术标准 这样才能给各企业规定 竞争模式做产业管理 刚才你说 苏联在冷战后期 也建立了通用机械部 发射了划时代的和平号空间站 为什么还是建议学习美国NASA 而不是苏联后期的经验呢 冷战后期的苏联航天产业 有一定成绩 但还是前面无愿是出到了两个问题 行政管理方面缺位 企业管理方面越位 所谓缺位 就是苏联的航天部 总体的规划协调做的太少 计划还是经常受到军方的干扰 行政管理强度远不如美国的NASA 所谓越位 就是苏联的航天部 做的垂直管理太多 对下属企业做的直接命令太多 美国的NASA和国防部 对企业主抓供应链建设 所以能在计划框架内 应用市场规则 还是用运动会的比喻 美国的NASA很清楚 自己的身份是组委会 不是运动员 也不是教练 给企业划出赛道 就任凭企业按规则竞争 而苏联实际上没有划出竞争赛道 企业不能自主发展 所以航天部要频繁直接组织生产 中国既然看到了冷战竞争的结果 看到了美国现在的领先优势 就应该避免苏联航天部门 缺位和阅位的问题 具体来说 苏联一开始企图建立完全的计划体制 所有企业都完全遵照上级生产计划 既不需要考虑产业升级 也不考虑承担额外的任务 60年代后期 大型工业品越来越复杂 计划部门发现 控制企业之间的所有协作成本太高 所以伯利日涅夫大力发展区域生产综合体 成立联合公司 想把协作管理下沉到企业内部 这本来是个好政策 但由于组建联合公司本身 也是惯了任务的一部分 改革首先就要解决人事斗争的问题 在没有现存市场的情况下 每个领导都希望把尽量多的资源 保留在自己的地盘 都不希望因为合并而失去权力 所以很多单位只是搞象征性的假联合 苏联领导人本来要在所有工业领域 普遍成立联合公司 但到1975年底 伯利日涅夫已经进入生命六年倒计时了 联合公司仍然只占工业总产值的24.4% 1976年 苏联中央发出文件 要求在1980年完成联合公司任务 但到1980年联合公司还是只占工业总产值比例不到一半 就算是顺利成立了联合公司 因为企业缺乏外部市场激励 工作要靠上级考核 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比如说 苏联政府给超额完成生产指标的企业发奖金 企业就隐瞒生产能力 想办法压低政府计划任务 显得超额生产的比例高 这些新成立的联合公司 领导还是行政职务 就算经营方面有成绩 往往也不能抵消局部的错误 所以企业习惯于回避风险 不愿意技术革新 联合公司体制失灵 原因除了官僚要保卫自己的封建利益之外 另一个主要障碍是苏联军队 军队不关心整个社会的发展 只关心和美国军队的实力对比 尤其是今后几年的实力对比 所以希望企业越专业越好 越听话越好 如果企业联合起来有了自主性 为了产业升级而做长远规划 为了利润 拒绝无条件追求片面指标 军队反而不能随心所欲地提出需求了 苏联经济相对最强的时候 GDP也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二 所以只能靠高比例的军费保持战略平衡 1981年 苏联军费占到GDP的21% 所以苏联的高技术产业链 很大程度上被军队的短期需求主导 航天工业很难跨部门联合开发 不能把航天科技转化成高质量的消费品 影响了长期发展 说起苏联解体 中国互联网上长期流传一段话 说苏联解体的时候 瓦联格号航母 也就是后来的辽宁号 刚造了一多半 俄罗斯想追加一些投资 把整艘船造出来 造船厂的厂长回答说 只有钱还不行 必须再加上国家计划委员会 军事工业委员会和9个国防工业部 600个相关专业 8000家配套工厂 一个伟大的国家才能完成它 这段话一方面说明 苏联军事方面的遗产不少 另一方面也从侧面说明 苏联军事订货 并不利于产业联合体的存在 反而鼓励了一大批细碎的配套企业 苏联军队的短期需求越强势 企业越听话 苏联的产业升级就越慢 库子涅佐尔夫级航母 是苏联追赶美国主力航母的过渡型号 是一个很具体的生产任务 有明确的技术指标 所以还可以由纪委组织 现有工业部门凑出配套产业链 但如果某个工业部门的目标是和美国并驾齐驱 甚至超越美国 引领产业升级 苏联体制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再大的生产联合体 也不可能自己解决全部配套任务 否则就又成了单位内部的小而全建设模式 但是在苏联的各个企业 各个联合体之间 想要转移技术 比美国要难好多倍 美国航天部只负责确定竞争规则 只要企业不相互串通套取资金 随便各个企业合法合规的交易技术 在苏联的保密和行政管理体系下 跨部门交易技术 往往需要两家企业的上级分别批准 最后演变成上级不安排技术转移任务 企业为了不给自己找麻烦就不转移 这就又回到了前面说的越位问题 解体前夕 苏联发现的技术转让问题 意识到不能由政府主导技术产品交易 而是应该由政府制定法律建立平台 让企业自己去交易 80年代 苏联也出现了一些技术顾问和管理咨询公司 但由于不符合计划体制 一直处于灰色地带 很多技术不能自由流通 在不同的苏联工业部门 可以看到先进技术与落后生产长期并存 完全没有技术扩散的迹象 所以说苏联建立航天部之后 只是勉强解决了政府制定规划的缺位问题 并没有制止政府越位管理企业的现象 企业总是越管越死 最后不只是航天部门的发展落后于美国 整个国家都维持不下去了 刚才你讲了苏联高度垂直管理的问题 认为政府直接干预太多 导致企业发展不起来 但你同时还说 美国的航天署NASA更强势 为什么没有影响SpaceX做出成绩 强政府和强企业不矛盾吗 政府管制和企业自主性不是对立关系 政府管得多从来不是问题 怎么管才是问题 只要划定了政府制定发展规范 不干预企业运营的界限 管得越多企业的继续性越高 NASA作为世界上最强的航天部 主要工作是统筹供应链 确保了工业生产的弹性 而通过建立全面的技术标准体系 与统一的采购网络 美国政府对整个工业体系 形成了清晰的认识 既可以寻求报价最低的供应商 也可以把一份订单 分给几家供应商同步供应 避免被一家企业卡住关键环节 避免让个别企业的经营波动 影响整个任务 国防部与NASA 每年都会根据供应链情况 向白宫提交分析报告 一旦有环节出现退化 政府就会立刻响应 通过针对性的投资来加强 举个例子 制造航天飞机要用到固体助推器 但美国航天飞机退役后 固体火箭生产需求下降 某些企业消失 导致某些战术导弹点火不见 和高率酸胺供应高度依赖鱼弹一来源 威胁了导弹的长期稳定生产 所以最近几年 美国政府重点加强薄弱环节 拨款支持新供应商 在SpaceX公司之外 再养一个SRS项目 也是要兼顾培养固体火箭产业 但不论政府怎么规划产业链 具体开发商的运营决策 都是自己做 政府不会插手 供应链统筹的最重要好处 是避免了大型集团反向捆绑政府 NASA制定航天计划的时候 就考虑了怎么制造 首先对火箭各不断做初步拆分 由几个大型集团公司来总承包 之后再向下分包六七层 冷战后 美国航天经费缩水 波音落马这些总包单位 在长期稳定采工中变得官僚化 掌握了稳定的订单 没有动力高产业升级 NASA通过供应链平台 不断复制新的承包单位 甚至可以把自己变成承包商 去帮助新企业成长 所以才有了现在的SpaceX公司 如果正起不分 就会导致波音这类大公司 代替政府部门行事管理职能 也就不会有现在SpaceX 创造可回收火箭的奇迹 本期内容已经足够长了 我稍微总结一下 从冷战和后冷战时代的经验来看 理想的航天体制 是强政府和强市场的结合 苏联体制下 只是部分的实现了强政府规划 但不能通过市场竞争 发挥企业的积极性 相比之下 美国的NASA有更强的规划能力 在市场竞争方面 又对企业充分放权 时刻警惕单一企业 通过垄断市场而官僚化 所以能不断刺激产业升级 是值得中国航天学习的样板 对于中国航天的具体改进方案 我留到下一次出场再说 喜欢航天游戏是技术话题的观众 可以单独关注一下高流同学 452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 文字内容随后我会发在睡前消息编辑部的公众号 欢迎转发 我们周日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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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